芝士蛋糕 大家就吃得多了 就好像日本芝士蛋糕一樣 其實大家十幾年前已經排隊去買來吃 反而現在吃芝士蛋糕 就不是一個吃甜品的首選 或者好像很歐的事 但是有一款芝士蛋糕 就是日本出產的 依然是很深受大家歡迎的 而這一款 就是叫做Arpazon 八甲田的芝士蛋糕 Arpazon 這個名字是一個法文 原來是一個法國的地方名 創辦人曾經去過法國 去鑽研甜品 之後就回到日本製作甜品 去開果子店 而這個八甲田芝士蛋糕 真的很出名 因為它在日本開賣四天 就可以賣成三十五萬個 而且在日本皇室 搞國宴的時候 都會送這個芝士蛋糕給一些貴賓 好像中國的五兩翼一樣 很出名的 現在真的要試一試這個芝士蛋糕是怎樣 好像剛才那一盒的芝士蛋糕 就有十件裝 我就拆了其中一件出來 看上去都蠻的色 因為很多日本的甜品 精品都很喜歡這麼精緻 而成份我見到 都是來不開些普通芝士蛋糕 好像有芝士、牛奶、糖、糖 還有一些叫做粟米澱粉和奶油 但是這個八甲田芝士蛋糕 最特別之處就是 用牛奶、雞蛋 都是在日本青森出產 還有它用的雞蛋 是F1最頂級的 而且在製作過程 是完全沒有加一滴水 即是說它應該是很濃味的芝士的味道 現在真的要拆出來試試 我們今次吃的芝士蛋糕是原味 原來它是有很多種味 不過我們今次想試試最正宗的原味芝士是怎樣 其實吃這個芝士蛋糕之前 你要先把芝士蛋糕放進去上格 即是冰凍的雪櫃那裡 然後再解凍 現在先拆一根出來 因為我們都解凍了 大概有一個小時時間 所以其實現在感覺很軟綿綿 而且顏色也挺漂亮的 不是很淡色的 感覺到芝士很濃的 挺好吃的 它呢 都挺滑的 而且芝士味也很濃的 拌下去就像雪糕 但是吃下去就有那種好像布甸的質感 我又吃歐美的芝士蛋糕 吃得多 這個呢 就沒有他們的芝士蛋糕那麼膩的 都 挺正的 香港人呢 都挺喜歡日本食物的 如果是讓你知道 是日本天王御廚製的食物 就算是紅豆沙丟照充去吃 對吧 何況是芝士蛋糕呢 這個芝士蛋糕真是好吃的 馬上吃完它先 欲vé 又是 我問我 Another